大家好 在今天这期视频当中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的妈妈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左边这张图片 她是一个中国的妈妈 妈妈 很多人在看中国的电视或者在看中国的漫画书的时候 都会发现妈妈有一个特征 就是妈妈的头发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通常如果在中国看中国的电视剧 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人她还不是妈妈 或者她是一个少女的时候 她的头发通常是长头发披下来的 或者有一些很酷的女孩 她们的头发是短发 但是不是和左边这张图片一样的 可能她的头发是类似于这种 所以不管是第一张还是第二张 我们都可以判断她可能还没有结婚 或者不是一个妈妈 所以中国的妈妈 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左边这个头发 那她们头发的颜色呢 没错 很多中国妈妈 她们头发的颜色是灰色 或者有时候她们不是很喜欢灰色 我先把它给画上灰色 对 她们是灰色的头发 有一些很时尚的人 她们不太喜欢灰色 所以她们可能把她们的头发 给换成黄色 或者换成咖啡色 也都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什么是黄色 没错 是这个颜色 对 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妈妈的头发 那妈妈通常去买菜的时候 她们也会穿上一个围裙 围裙 就是在这里 我给大家画出来的这件衣服 这个衣服 我们叫做围裙 是因为有时候 如果我做事情的时候 我穿这个衣服 我会觉得 我的衣服可能会变得脏 所以我会穿上围裙 围裙的颜色通常是红色的 对 我们给这个妈妈画上红色的 对 还有这个颜色是蓝色 所以我们也给她画上蓝色的衣服 那这是围裙 她的围裙呢 是红色和蓝色的 那在里面 是她自己的衣服 所以她自己的衣服呢 可以是 比较漂亮一点的 对 我们给她画上一个彩色 彩色就是彩虹的颜色 那妈妈去买菜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菜篮 菜篮子 是右边这个 是一个菜篮子 菜篮子呢 通常是一个咖啡色的 然后里面呢 会有很多的蔬菜 蔬菜是绿色的 在里面 在中国很多时候 买菜的工作都是妈妈做的 妈妈为了方便 所以她们都会穿拖鞋 或者穿凉鞋去买菜 那妈妈买好菜以后 可能已经是中午12点了 所以她们开始做饭 做菜 对 那你看这个妈妈 她现在正在做一个鸡蛋 或者做一个鸭蛋 那每天做完蛋以后呢 一家人就可以开始吃饭了 那差不多等下午3点左右 她的孩子回来了以后呢 这个妈妈 会和孩子一起看书 这个书可能是学校的书 也有可能是故事书 然后到下午5点左右 妈妈再去做饭 那这是妈妈从早上 一直到下午的工作 到晚上特别累了 中国人比较喜欢泡脚 泡脚 泡脚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脚盆 脚盆 然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热水瓶 热水瓶里面 会有特别多的热水 然后我们坐在这儿 然后这是我们的脚 我们会泡脚 中国人觉得 如果泡脚 可以缓解我们的疲劳 我们会觉得 不会很累 会比较舒服 那这个是在 很多年前 我们没有脚盆的时候 会用这个很大的缸 去泡脚 里面呢 会有很多的花 因为花的味道 会让我们觉得 特别的舒服 那夜上呢 就是妈妈的一天 早上去买菜 中午做饭 下午孩子回来 陪孩子一起看书 然后在晚上 中国的妈妈会喜欢泡脚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就会看着这儿 em 找到 体战